老虎是现存最大的猫科动物 也是丛林中的顶级猎手 根据2017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修订了猫科动物分类法 老虎的名下一共有9个亚种 其中现存的共有6种 分布于俄罗斯远东地区 中国东北部还有朝鲜的 西伯利亚虎也称东北虎 中国南方特有的华南虎 分布于中南半岛 最大种群在泰国的印之虎 从中国西南部一直到印度和流域的孟加拉虎 在苏门达拉岛上诸如画 体型最小的苏门达拉虎 再加上2017年被正式认定 活跃在马来西亚半岛的马来虎 剩下的三个亚种已经灭绝了 这就是离海虎 爪哇虎和巴黎虎 在演化的过程中 和多次进行洲际迁徙的其他暴树成员不同 老虎从未离开过亚洲 它的发展长期局限在东亚和东南亚 这可能与老虎高度依赖丛林环境有关 一般认为 虎的祖先是一种名为中华虎的动物 它的体型只有豹或者美洲豹的大小 大约在200多万年前 生活在中国的华北和西北地区 最早的老虎化石产自陕西蓝田 其年代为距今115到130万年 早期的虎在亚洲东部扩散得很快 于大约70到80万年就抵达了爪哇 但是分子生物学研究却显示 现代虎的冠群起源得很晚 其共同祖先于距今7到11万年前 生活在华南地区 物种年龄和老虎们线利级DNA的对比也表明 虎虎的基因组多样性和种群动态 与现存的老虎们是不同的 但有一条路线是比较清晰的 对现代老虎的系统发育 春席证明 苏门达拉虎 爪哇虎和巴黎虎是一个单系分支 它们有着共同的祖先 这只虎族南下逊他地区 孕育出了如今的苏门达拉虎 爪哇虎和巴黎虎 这场成功的大天玺 可能和一场天灾有关 在大约7.4万年前 苏门达拉的多巴超级火山大规模爆发 导致逊他地区的古虎灭绝 现代虎的祖先在灾后迁居到此地 重建了今天的逊他虎种群 相比之下 虎族在大陆上的进化路径 就要复杂的多了 至今留下了众多谜题 比如说 先例起DNA基因测序表明 已经灭绝的离海虎 与东北虎几乎没有区别 颅骨测量分析则显示 离海虎和其他大陆亚种之间 有着广泛的重叠 离海虎的起源至今尚未确定 此外 对现代虎标本的种群基因组分析还显示 华南虎的一个线立体DNA谱系 是所有其他虎亚种的基础 这些证据 就让现代老虎的演化历程 更加的扑朔迷离 那么在亚洲大陆上 现在的老虎们 到底是怎么演化的呢 2023年8月31日 在自然生态与进化上 来自北京大学的 罗树金课题组 与其合作团队 运用古DNA技术 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从2004年开始 罗树金团队就致力于研究 虎的演化遗传学 他们发现并确定了 老虎的新亚种 马来虎 还揭示了虎毛色的遗传机制 并从全基因组层面 确认了老虎亚种之间的差异 本次研究 他们从60余份 虎的样本中 获取了基因组信息 确定了 华南虎亚种的独特性 早年的线粒体DNA分析显示 圈养的华南虎 除了自身特有的芝细 还含有其他亚种的 母系遗传信息 但是由于圈养的华南虎 无法代表曾经的野生种群 这就使得华南虎 成为了下单虎亚种中 分类几乎最为模糊的类群 来自基因的证据又显示 华南虎是全球虎起源 与演化全景的关键一环 所以确定华南虎的 遗传独特性相当的重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罗书金团队收集了 三大类虎标本 首先他们历经20年 从全世界收集了33份 地理来源明确的 博物馆藏样本 在这之中就有1905年 华南虎亚种定名时的 模式标本 这些标本组成了 迄今为止 最全面的华南虎遗传资源库 研究人员一共从中 获得了18份全基因组 以及15份部分基因组的数据 其次他们还收集了25份 在俄罗斯远东出土的 古代虎的标本 这些标本从1700年前 一直跨越到了1万年前 最后他们还从六份 上世纪灭绝的 离海虎标本中 获得了相关的基因组信息 丰富的标本 及基因组数据 再结合之前汇总的 已发表的现代虎的数据 学者们最终 从古代和现代基因组层面 全面阐述了 纵横亚洲大陆的 虎种群的遗传起源 和演化历史 中国是虎演化史上的 基因大熔炉 对于虎分布格局的形成 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核基因组的分析显示 所有的华南虎 为一只 这是一个具有 足特基因组的老虎压种 利用生态位模型 进行的栖息地重构 还表明 中国西南山地 为晚更新式的老虎 提供了避难所 兵器过后 随着诗意栖息地的恢复 各类古虎种群 在中国东部地区交汇 在这之中 既有来自西部的 古虎在西南地区的势力 还有来自南部的 古虎的中南半岛分支 众多携带着多起源遗传之系的 古虎种群 就这样在中国东部地区 交汇融合 这是虎族演化史上 最精彩的基因大熔炉 在中国大地的助力下 遗传独特性的 现代华南虎最终成型 现代虎族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他们就这样 从中国东部地区 一步步迁徙扩散 征战亚洲大陆 并演化出了东北虎和离海虎 东北虎的出身相对简单 种群基因组分析发现 万年前的古代远东虎的种群 与现代东北虎不同 前者还携带着 与华南虎中 独特的线立体之系 相似的遗传信息 这就表明 古游中国向东北亚的迁徙 可能经历了多次 最后一次扩散 形成了现代的东北虎 离海虎就比较麻烦了 它有三条路径可以选择 一是穿越印度四大路 走南线 二是穿越西伯利亚平原 走北线 三是穿越中国西北部 甘肃走廊 沿丝绸之路进发 那么离海虎会选择哪条路线呢 系统基因组分析 和生物地理模型 支持的是北线 离海虎的祖先 从东亚北进西伯利亚 然后转向中亚地区 在那里呢 虎的东北亚种 和南孟加拉虎 发生了基因流动 最终孕育出了新的虎亚种 离海虎 最后呢 做个汇总 中国西南山地 为网更新式的虎 提供了避难所 当环境改善之后 基因大融入发威 现代虎族迈出了 演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步 极具遗传独特性的 现代华南虎 就此诞生 至此呢 现代虎族在中国东部 扎下了根 亚洲的蒙虎王朝 即将崛起